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我們繼續玩Live and Live 上集教了大家在最終篇找齊7個角色 今集就跟大家在這個篇章行齊7個迷宮 如果我們隊伍有近未來篇主角放在這裡 在戰鬥時我們可以在選單選瞬間轉移 有機會傳送到這個地方 是隨機性的,如果大家想來這裡就要多一些逃避戰鬥 這裡就是心靈迷宮 今集第一個迷宮就跟大家玩這個 這個迷宮說大又不是很大,但都有一些分枝 我就不會逐一全部出現,讓大家自己慢慢遊走探索 上去後我看到有些東西 有房間在這裡其實最大的顏色就是可以調查這些位置 會出現一些靈魂,這個是士兵 房間是可以獨森 士兵覺得很可惡 很不甘心 沒辦法,一個故事在裡面主角只有一個 沒有你的份都很正常 我們可以按開它 如果就這樣跟他聊天,交談是沒有話 旁邊,這個地中海 大家都認到我是不是?大神 你誤會他,他本來不是 他忍受不住自己帶綠寶 才會變成一個惡魔 那就回頭再看這間房間 最主要我進來這裡都展示一些特色的對白 遇上不同的靈魂 那些就會讓大家多看一些 搞錯了,骨頭路 過來是開捕箱的 赤血魔裝 脈攻是會上升,但是特攻就減了,防禦都減了,這個赤血魔裝不適合我們 可以走回原本的路 用這招新招畫龍天聖之陣 很帥,好像廬山伯龍伯一樣 我覺得超帥 如果大家真的怕迷路,可以把火壓回營養出來,證明自己走過 大神應該是不可以交談的 又有傷 珊瑚戒指 看看,這次是什麼人 這個少年難道是 山那邊的家裡的少年應該很羊毛奧斯特 令少年那麼傷心,死了都很掛念奧斯特 沒得又見到一個 這次 撕除波 大哥,你派帽給人 當然是你錯,歐二嫂 沒有,搞到世界末日 最後你又死了,為什麼呢 這個故事真是教訓大家 歐二嫂真的很大罪 大家都死了,還搞到我們7個主角 無緣無故捲入這件事件 看見阿修 看見阿修 新一代勇者 比上代勇者更加不信任 嘉莉會不會就是 還是圖拉路斯 真的 大家對魔王都很軟式 感覺 超骨氣的手套 超骨氣的手套 拿了之後 你看 看到公主的靈魂 阿修 愛利希亞,如果讓你選 你會不會再粒頂綠帽 給勇者 要拜託我們左子 魔王 但是他對自己的惡行 隻字不提 超骨氣的手套 超厲害 超骨氣的手套 攻擊物攻升很多 物防也上升 中間會遇上恐怖的東西 這隻叫做泰坦 我們用可樂瓶 泰坦喝可樂會怎樣 這個道具真是無敵 到這個瀑布 這次的靈魂是國王 我都很同情 你是成為了這個 魯克水下的末代國王 希望你可以放下 按式 這個迷宮就有特色的東西給大家看 之後我出去,再去其他迷宮 接著我們帶著立方到左邊的文宅 之前進來的立方就說不適合人選 這個位置是需要靠立方 睿智迷宮,有兩棵床 還有一朵玫瑰花 不過這裡不可以互動,沒有東西,一定要走樓梯下去 聽我的名字就知道這裡是需要用智慧去解破的地方 有另一個立方 立方的睿智 這裡是不需要力量 睿智是與冷靜的判斷 可以引導我們獲得新的頭腦 這張椅子就會聯繫著你和我 只要從正面向椅子說話,它就會現身 即是這張椅子和椅子說話 這樣我們就進去後面的門 先進去後面的門 蟲就不會現身亦沒有反應 也是一張椅子 第一個試練 它說紅色地板會令人神志錯亂 首先是橫,然後是中,之後就兩者街市 我們就走上去,大家就明白它在說什麼 去到這個紅色地板 首先是橫 它說會有精神錯亂 即是說現在我們用 手按鈕向右走就變了左走 左走就變右走 上下就沒有反應 這樣我們就過這張門 現在這裡就 上下反應 之後就 這個位置就 哇 大兜亂 我現在向上走就變了向右走 向下走就變了左走 很亂 OK 這個就不對 我們去到這個位置 看看可以不可以 有點棘手 OK 又有一張椅子 解破了 這個是鏡子之防 只要服從鏡子中的自己 白色圓石就會為我們開路 我們看著鏡子的方向 跟著鏡子的方向走 然後轉向直走就成功了 剛才這麼簡單,現在就有兩塊鏡子 一個是會引導,一個就會陷害 這樣的話我們先跟右邊那個 向右走 暫時都是沒有陷害我的 應該右邊的鏡子是對的 YES 三塊鏡了 全部都會誤到我們 很簡單,就是我們要 三塊鏡的方向都要 相反就可以了 看清楚 按這邊 OK 再上 右 右 都是右,我想上的話 沒錯 通過 難不及我們 另外這張椅子就說 一味前進 定飛上岔有少許退口 才會海闊天空 我們就要跟著地面的箭咀 的方向走 都是向上 箭咀掉轉了 就落到下面的門 都是下去 又轉了 再上 OK,通過 這次是時空回廊 只要穿過這個回廊就可以獲得新的頭腦 是最後的難關 此處同樣由白色玄石為我開路 回廊中的白色玄石是會遵從時空的支配 這樣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需要向右邊 右上角的石頭 將我們順移到過來,我們要順時針碰石頭,即是 這次是右下 順時針的話就是左下 然後就左上 最後只有一顆玄石 我們終於可以獲得 這個迷宮的武器 172極體 能夠完美掌握機下人性能的終極零件 只是給CREEP用 哇,攻擊加30,特攻加50,敏捷加10 我們可以向這個傳送點離開,但是這個迷宮還沒有結束 因為我們還可以進去 這次就上一下 去到這裡就多了一個敵人 之前沒有的 先去遇敵 應該這樣走 上 大佬 古代神丘尼克斯的頭腦 我們偷了他的物件 是不是剛才那個武器 什麼東西 抽完別人的東西,還要跟別人打過 看我們多正義 不知道我們的可樂給他喝的話 可否一下子就打死他 他600多血 這隻很厲害,不如我們用Crip試試打他 我們走上前用暗一字斬 這個臭屁令到他另一面 失敗了 失敗了 OK 這麼久都沒有用到Crip 樹牙連生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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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死 好 糟了,龍丸 為了等Crip可以出招 有沒有搞錯 終於可以洗出 這麼辛苦等你出到 打失 氣死 沒辦法 沒辦法 之前這麼多時間 拆這個道具可樂瓶 都是要善用他 哎呀,害死龍丸 做不到EXP 好可憐 好可憐 被我們偷完東西 還要打爛他 拿虛空頭盔 所以說RPG的主角多麼正義 接著我們來到在上雪山之前 這個位置,右手邊有一條很隱蔽的小路 有一隻Momba在這裡,我們需要帶高原日性 遇到小怪 再說一次,我們隊伍中要有高原日性才會見到這隻,不然就見不到它 前面是力量迷宮 我們的實力,你現在來見識一下 嘩,很大隻 琴鬼射神 船牙連身拳,不用可樂瓶 試試跟它過幾招 他這招叫弱天斬 跳下來打,高原日性 到波 他弱點是用腳踩的 不過我這招真的威力很少 都試試 用弱點攻擊打他 扣他60多 反擊 幸好他很少 或者可能真的波哥很厲害 又針對高原日性 到龍園,我們走過去用 暗影一字走 沒有石化 用反擊 還要反擊 幸好反擊比較差 搞錯 不要緊 他怕這招 前滾踢 好,差不多了 怎麼這麼弱 OK,差不多了 我想我們也是時候了結他 可樂瓶 所以其實這遊戲 除了像我那樣 要玩齊 之外 如果想快打 直接打BOSS 是輕鬆的 可能會有多好用 清除了一隻看門口的妖怪 我們可以走進去 去到力量迷宮 我們看到左右都有東西 不要管 我們直走到尾尾 其實這個迷宮很容易遇怪 所以中間可能我也要剪接一下 都很長路 到尾尾 都要花點時間 左右都有很多寶箱 但怎麼看都不像迷宮 就像直路 有些貨不對版 最強奔打 拿了一些東西就點火 要高完日勝利 就是說我們奔打應該是給他用的 你看看 攻擊物攻和物防升多少 7個迷宮 所得的武器真的不允許 走 就是這樣 這裡遇怪的機率都很高 我就會逃跑 我就稍後再解釋一下為什麼要逃跑 先看看 人與美 因為在這裡逃跑得多 是有些特別的東西 但今集未必做得及 因為太久了 要跑很多場 旁兵頭盔 尺血魔裝 很久了 左右都有寶箱 又有怪 漏了這邊 先看看 黃金發曲 這個好 下降迷宮有用 什麼都沒有 有沒有搞錯 這麼難按 可以 紫水蒸騰 女神護手 好 賤馬去 要前面按才行 後面不可以開 啊 噴了我過去 這邊應該有了吧 聖水 這邊 魔法吊色 接著我們可以離開 又去其他迷宮 現在去到雪山的右邊 我們曾經在這個位置找過 樂日 平時不用走過來這邊 樂日就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在後面 這裡 有些特別的東西調查一下 是 她看來很喜歡裡面的東西 這個迷宮一定要帶波哥過來 進去 先試一下,我想想要轉人 我現在就轉了近未來的房間進了隊,是有點特別的 就是說進入這個迷宮最好就有波哥和房間 還有這個迷宮容易走的,不難搞的 感覺很寒冷,在雪山裡面的山洞 左穿右插 走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我們叫房間來到這個位置 看右邊的人就知道,有些凍冰冰的人在下面 愛麗絲的餅乾 這邊不能進去,我們要出去 進入這個洞,看看兩個兵封了的人 表情充滿恐懼的石像,衣服有名 有一個道字 後面磨損了,看不清楚大家都知道他其實是道邊,道邊父子 看看這個小孩,很恐懼 都是有一個道字 在衣服裡 看看那個小孩想什麼 他是被黑豹追 應該是被黑豹追 那爸爸呢 就不掉了 一直走就會變成這樣 他們生前很可憐 多災多難,無論什麼時空,這個道邊父子 都會遇上不幸的事情 我們出到外面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箱 應該在這個洞裡進去 開箱 經常拿到的獨角獸之角 繼續走 道邊父子的石像 再出到這個位置 那邊有一個 寶箱 箱在這個位置 有東西打 開箱 極樂鳥尾魚 極樂鳥尾魚 差不多了,向左邊走 在這個戶裡有一個很大的魚影 巨大的魚 我想吃魚生 吃魚生前就需要黃金法曲 就在力之迷宮他們拿了一個回來 就是這裡 黃金色的錦你 什麼再回 我要吃魚生 你看這條魚多自大 只看到牠現身 就覺得我們會痛哭流涕 這條魚 只看到牠吃魚生 那天啊 那天啊 我看去餐廳 那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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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天啊 那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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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咖啡 到一個BOSS的龍丸打過 這個就變成金色 我們先用一些沒什麼用過的招式 船下連生拳都用,不過真的威力很大 試試這個天馬後追腳 天馬流星拳就聽得多 你怎麼打不中他,怎麼這麼敏捷 你怎麼打不中 狼狡,放一放在尾巴,我扣一半有很多 有點危機,所以打兩打都要用可樂瓶 可以燒它嗎 要掃氣 我們用暗影一字斬,不然會有新招式,引發鬼燈 他怕 不斷躲避 到300多,我們波哥很高血價,都沒有了一半 我們用聖光練波 大幅弱化敵人 龍丸 龍丸 切成山魚片 真是難搞的 我想我要拿下去 用這個超巨大大骨肉 補上波哥 可以 1280多 又有供稱 撥光幻 newspaper 我們歌是下雨 就這樣嘰 就這樣嘰 穩碁顏倒 都是打不中 用普通方法打他,這條東西是很難的 玩手有機會難打一個魔王,不知道會不會呢 中了猛毒,我們就上去用 哎呀,讓他打到 你私人大力都扣115 我們用暗影一字斬 他是弱點 有沒有機會石化 做不到石化,至少扣了一半 還是要用船牙連生拳 剩下1千血 剩下2百多 上一格,用取熟性的招 打他 不斷不中 好像中了 哇,起出望外 不過我們不斷減,有跌倒 我已經刺激了 繼續暗影一字斬 有機率石化他 還是做不到 看來不用用海鱷瓶,用魔影念BOSS就試 他拿尾巴射我們 都是船牙練習拳 他慘叫,人家說想要我們命 很棒,看來我們這四個平凡的人 真的可以吃到魚生 有機會暗贏一次枕,砍死他 應該不用石花 沒用可樂瓶 這麼大口氣 K.O. 看來劇情需要還沒死 但是他亂,害怕 宋哥,虛空戒給我們 但這個黃金法曲不還給我們,不要緊 有東西可以問一問他 我們可以問他是誰 不過我們在那個對話框看到他叫做李克瑞夏 還不是這個國家的名字 原本 還比這個盧克瑞夏更有歷史近年多大 那是誰 你不覺得他做得很多年 我和他看見他 但是他看見他 他看見他 那是誰 可是他看見他 那是誰 那是誰 那就是這個俄羅吉亞 東南方的山?是不是就是魔王山? 問另外的那兩條吧 這個位置就是本人迷宮 力量、睿智、技藝、時空和心靈 還有鎖藥,總共有7個迷宮 這條魚不說不要緊,我都會拍片告訴大家如何進去 好,第三條問題 不是 我們是誰 發脾氣 原來講完了,先離開 這條魚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人為什麼不見了 但是其實一致得其樂,寧願耳根清淨 我們走到這個山洞 上面有一件東西 好 優質骨頭虎 還可以開啟迷宮的出口 看看 波鍋 的迷宮 就可以加這個優質骨頭虎 攻擊力上升 空虛界 可以加密防8 以及石化無效 我們給女主角用 我今集你玩到這裡都玩了好幾個迷宮給大家看 還沒走完 剛才一條這麼大隻,你都說了7個 下集再跟大家慢慢走 喜歡這個系列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下次見,謝謝,拜拜